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指数函数求道 还有对数函数的求道 那么所谓指数函数呢 就是a的x次方 注意a的x次方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x的n次方 那里n是整数 它有一个本质区别 它不是一回事 你就看这个x是在底还是在顶上 不要一看到a的x次方求道 就等于x乘以a的x减一次方 那就完全错了 那么这个怎么求呢 我们一下子不知道 不要紧 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把这个导数的定义可以写出来 a的x次方 它就是a的x加dx次方 减去a的x次方 再除以这个dx 并且对极小的dx做一个极限 那么a的x次方 这一部分呢 是上面两项共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可以把它提出来 那剩下的就是后面这一坨 这一块呢 有点笨重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呢 把它就也起名做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ma 为什么是m后面带括号a呢 因为这是一个指跟a的指有关的 这么一项 其他的这些呢 都是常数 或者是趋近于零的极限 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转化成了 求a的x次方 乘以ma 那么ma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看啊 如果你把ma这块单独拿出来 在刚才啊 写着x的地方 我们可以放上几个零上去 对吧 deltax我可以认为它就是 零加deltax 而1呢 1就是a的零次方 那么如果这个部分 这种形式写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想到 这就是啊 a的x次方 在零点出的一个导数 就是在x等于零 这一个点上的导数 那么它的意义呢 我们也就比较明确了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它在函数图像上的一个意义 假设说a的x次方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我们想知道的是 它这个导数就是曲线斜率 每一处的规律啊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可以先从特殊到一般 先看特殊的意义就是 在y轴上和y轴交点处这里 x0 这个地方的斜率就等于ma 那我们呢 再继续来找这个更加特殊的情况 我们说这个 比如来看啊 m2是多少 假如a等于2 那么就变成了 y等于2的x次方 那是这样一条曲线 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 m2是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的 去找到它的一个范围 比如我们做一个割线啊 切线我们暂时不知道的话 做一个割线 因为y等于2的x次方 这条曲线呢 一定是过1 2这个点的 一定是过1 2这个点的 那么如果做这样的一条蓝色的割线 从01到12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蓝线的斜率是1 而这个割线呢 一定是比绿色的切线 斜率要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m2是小于1的 m2是小于1的 那么假如说 把a换成4 把a换成4的话呢 这个函数一定是过 -1 2 和1 2 这个点的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们做一条蓝色的割线 这条线呢 就比m4是要低的 一定是比它低的 那我们又知道了一个范围 就是m4它一定大于1 从m2到m4 我们知道这个曲线 如果我们的a 从2到4 逐步的增加 逐步的增加 连续的过程的话 那么由m2的小于1 到m4的大于1 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一定会有那么一个瞬间 怎么样 ma是等于1的 大家想是不是 在这个几何图像上 我相当于是这个 把函数图像这么平着 扫过去的 中间不会出现一个奇异点 不会出现断层 也不会出现 聚增 骤降 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连续性 保证了 我们从小于1 到大于1 一定会经过1 就好像在数轴上 你这么连续的走一样 那么 我们又具体到了一种 更加特殊的情况 就是在2和4之间 有一个值 它的m也就是 x等于0处的这个斜率 等于1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a 叫做e 叫做e 那么它满足me等于1 这样一个性质 这个e 我们如果你知道的话 它其实是 2.71828 无限循环 我们也叫它自然常数 因为它在很多情况下 尤其我们后面 跟球导啊 相关的一些地方呢 都会用到它 当这个自然常数 被用到的时候呢 会把很多复杂的情况 变简单 那么我们再来看 如果a等于这个e的话 刚才我们求过了 ax的导数 等于ax乘以ma 现在把a换成e 那么这个me 我们又刚才说了 这个e本身 它的特点就是啊 在这个零点处 me是等于1的 因此 这个m就没了 对吧 m就没有了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公式 e的x次方 球导 还是e的x次方 就是说 e的x次方 这个函数 这个特殊的指数函数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厉害 非常了不起的性质 就是它求导之后 等于自己 我们看 如果这个曲线是 e的x次方 因为这个me 它是一个特殊的点 它不会干扰 普遍的性质 y等于e的x次方 这个曲线上的斜率 处处都等于 它自己的值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再把它写出来 如果这个a是随便 一个数的话 那么它等于 a的x次方 乘以ma 如果这个a等于e 使得它在 x等于零处的 这个导数为1 那么 它球导等于它自己 自然常数的指数函数 其导数 等于自己 好 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 回到这个普遍情况 我们今天 并不是说为了 要求一个特殊点 这个特殊点呢 只是我们 在求解过程当中 发现的一个宝藏 后面还会帮助到我们 我们还是要回到 这个普遍情况上来 那么现在啊 我们把这个 一般的一个数 随便的一个a 我们给它换一种形式 换一种形式 什么形式呢 把它写作 e的lawn a 什么叫lawn呢 lawn就是对数 对数 以自然常数 e为底的这个对数 所以你看 我其实是做了一步 无畏的操作 表面上来看啊 就像之前我们经常在 一个向上 加上一个值 再减去一个值 或者是乘上一个值 再出于一个值 虽然过程变复杂了 但结果呢 会变简单 思路会变容易 那 它的底数就是e 所以这个等式是 横乘立的啊 是横乘立的 那么我们把a 变成了这样一种形式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用 这个特殊的e 它求刀等于自己嘛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a的形式 替换掉之后 指数上的 Lon a 和x 就乘到了一起 注意这个地方的Lon a 这个a是一个 与x无关的变量 所以之后我们如果在 对x求导的时候 这个Lon a 我们就当做一个 常数就可以了 这里我把 xLon a 这个地方呢 标成红色 以表示 它是一个整体 后面的Lon a 虽然写出来 好像占的空间很大 但它就是一个常数 你可以把Lon a x就当做是nx 这样的一种形式 好 那么对它求导 就等于对e的xLon a 求导 我们先看 现在已经利用上了 对自然常数的指数 进行求导 这样一步 但是你还不能直接就 写出来 因为你看 这个自然常数上的 这个指数是xLon a 而你现在是对x求导 你还不能直接就说 等于e的xLon a 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应用一个 之前学过的内容 叫做链式法则 你看 我的这个自然常数的 这个指数 和我要求导的自变量 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办呢 我把它变成一样的 你看 我先把它变成链式法则 把上面呢 当做是一个复合函数 于是我先对 这个xLon a求导 再把xLon a 对x求导 刚才我们又说过 这个Lon a是一个常数 于是 这个比如说 x乘一个常数 去对x求导的话 那这个导数 其实就是这个常数 他自己 你比方说 2x求导等于解 等于2 5x求导等于解 等于5 现在呢 这里的红色自变量 统一了 我们又用了一个 什么重要的规律呢 自然常数的指数 求导了等于他自己 对吧 那我们两项一结合 这个地方 把它写成一个新的变量 应用这样的一条规律 再把刚才的那个Lon a 变成一个常数 留下来 他求导等于自己的话 于是最终可以整理成 这样一个形式 a的x四方 求导等于Lon a 乘以e的xLon a 你看这还留着 好像挺长一块 不要紧 你想一下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东西不就是 由ax自己变换来的吗 只是换了一种写法 现在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可以把它变回去 对吧 那也给它变回去呗 就等于 a的x四方 乘以Lon a 注意啊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结论 a的x四方 指数函数求导等于 a的x四方 这个原函数 乘以Lon a 那么你看 当a等于e 这个特殊值的时候 其实Lon a 就是1 正好就变没了嘛 啊 我们是 由特殊到一般 由一般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认识到 这个特殊的情况 好 那么刚才说的是 指数函数 那么 在求解这个指数函数 导数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了 对数相关的一些 性质和技巧 那我们再来看 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我要求的 就是对数函数 它的导数 这下怎么办呢 假如说对于Lon x 我想求一个导 好 那么 我呢 把这个Lon x 也先写作一个 别的变量吧 比如我就叫 W 那么 e的w四方 等于 e的Lon x 就变回了x 他自己 对吧 你先指数 再对数 我就返回去了嘛 那么 如果我对于 e的w四方 求导 其实也就等于 对 x 求导 对吧 就是对x求导 那对于x等于x 这个数求导的话 跟没求一样 对吧 自己对自己求导 那当然就是 1 好 我们呢 把这一部分 还是把它写作一个 复合函数 用链式法则 这个 e的w四方呢 先对w求导 然后 再把w对于x求导 那么 这个东西 对于w求导 你看 e的指数 和字变量 统一了 一统一之后 好 你就知道 可以解一层套 解一层套 自然常数的 这个导数 等于 他自己 那你直接写成 e的w四方 留下了这个 w对x的导数 那么这个呢 等于1 这个等于1 好 那么如果你现在把 这个e的w四方 写到右边去 它就会变到 分母上 而 e的w四方 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求过 它其实就是x 对吧 它其实就是x 我们把红色的地方 高亮起来了 那么w 也就是lnx 它对x求导的话 就等于x分之1 lnx等于x分之1 x越大 这个导数越小 也符合我们对于lnx 那个图像的直观感受 对吧 是 先一开始增长的很快 过了10这个点之后 后面慢慢的变于平缓 那么当x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导数趋近于0 就是几乎就不变了 几乎就不变了 这是对于 对数函数求到 lnx求到等于x分之1 那我们啊 又回过头来看 你看又变回这个指数函数了 你说我是不是要再来一遍 这倒不是 我们也不要那么机械化的 去重复啊 对于同一个问题 我们用不同的角度 去再思考一遍 用换一个方法 再去求证 论证一遍的话呢 就会帮助我们加深理解 那么我现在啊 换一个方式 就是啊 我不直接求fx 我先求什么呢 我先把 loanfx 也就是啊 这个目标函数的对数 给它求出来 目标函数对数的导数 给它求出来 我间接的 曲线就过 我不是说直来直去那种 那这里怎么求呢 我把这个fx稍微简写一下 叫做u吧 要不然两个字母又带着一对括号 写着怪麻烦的 我就叫u 那么好 我们先求loanu 对于x的导数 那么直接求的话 还是不好求啊 我这个loanu 是u的函数 我对x求到 怎么办呢 u也是x的函数 于是这就是一个 欠套的复合函数 只要是复合函数 我们就应用上节课说的 链式方则去求到 还是写成 loanu du du 所以dx 那么红色的部分 是不是刚才我们 刚刚求出来的 对数函数的导数 等于 这个函数 这个字变量分之一 对吧 loanx 它求到x分之一 那把x换成u 大家也不会说就忘了 就看不懂了 x换成u是一样的 对吧 loanu 对u求到 就是u分之一 u分之一 你只要注意这个 变量名是统一的就行 loanu对u求到 是u分之一 loanu对x求到呢 不知道 你得看这个u和x 它的关系是什么 好 那么前一部分 占两个因子 第一部分 我们知道了 是u分之一 那么 du比dx呢 du比dx是什么呢 这个u fx 其实就是ax四方 对吧 就是a的x四方 我们再来看 这样 loanfx 它等于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u的x 等于就是它自己的这个导数 对吧 就是说这一项 两项乘起来 我们找到了一个规律 第一项已知了 第二项其实就是我们 真正想要求的那个目标 我没有先一步求出du比dx 也就是fp 我先把它乘以u分之一 这个数给求出来 那求着的话 只要把u写到另一边 一乘 什么 其实我就已经得到了 对吧 我就已经得到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关系 明确一下 loanfx求到 等于f的导数 f的导数 除以 这个f他自己 除以这个原函数 他自己 这个公式 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 loanf 求到等于fp 除以f 好 那么我们把这些fx也好 u也好 这些函数呢 这些都是中间 我们为了 好理解 好写 好推导 命运的一些中间变量 我们现在呢 都正本清源 给它还回去 那么loana的x四方 这个指数上的x 就可以拿到前面来 就变成了x乘以loana 这个形式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见过 也见过 就是x乘上了一个常数 这个loana呢 它就是一个常量 它不是一个跟x相关的变量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是不是心里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眉目了呢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求解的话 就相当于是对后面这个x loana去求解 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是不是已经说过它的结果了 你对于一个若干背的x去求导 就等于这个背数 那么x没了 就等于loana 好 我们这个新的求解思路呢 是不直接求函数的导数 而是求一个新的函数的导数 相当于也是一个复合函数了 那么这个函数 我们先找到它和原函数 以及原函数的导数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明确之后 把中间的这个中转结果求出来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明朗了 那么就是 fp除以f等于loana 我们要求的这个目标和原函数 它们之间差着一个loana loana等于f导数除以f它自己 那么好 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结果 a的x四方对x求导 等于什么呢 等于loana乘以原始的导数除以 它自己 原函数乘上这个loana 我们只要把这个f放到另一边来就可以了 这是a的x四方 dx 这是f就是a的x四方乘过来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 也是再一次印证了 之前那个方法是正确的 那么两种思路 两种策略来求同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学习这个概念 增强这个技巧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是常用的两个导数 指数函数 还有对数函数 那么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